从林氏宗祠到芳岩古寺 从黄中西到王安石 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地标 和书本上著名的历史人物 都源自同一个地方 泰州 大家好 我是看得起豪宅的爱书 今儿为大家带来的豪宅 身处泰州 风雅送运元素的浓度有点高 面积223个平方 四方两平三位 总价只要十分之一个一死 那穿越感十足的房子 到底长什么样呢 渐发养云 咱们一探究竟 小区入口一进府门的尺路 高12米宽50米 仔细瞧 板隐岩下的避风榻分裂两侧 点缀如意的华文 分陷在各个角落 进来 重沿歇山顶下 是一幅对象壁画 银水悬浮于中 招财入园于通 转过宋氏博物厅 咱们向前 二进中庭 荒唐映入眼帘 风延亭的框井流连着内外 一眼入魂的是顶上的悬鱼 这好比是房子的护人符 再向前 水巷长街旁 古代的茶寺 现代化成了小区咖啡吧 来杯热美事 啊 还行 踏着水道精雕的梅兰竹菊 走两步 就到了风雨林牢 在元宝竹的簇拥下 撇帘杆撑起了方格刮榻 让你肆意在盎然的闲响 游走在镀井空间 太湖时的瘦 厚 露 漏 是被大自然打磨的八心八剑 具体好在哪儿啊 我之前讲过 客带表帮我打在评论区 也让其他的朋友知道 接下来的庭院 花旗覆盖四季 乔木前浦后举 是宋人的美好玉女 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 那就咱们COS一下四般闲适 焚香 点茶 挂画 插花 学费的 点赞 内有乾坤的 还有这座阴韵扑鼻子方池 一步一景时 行舟桥或近或远 错落的园林或窄或宽 再回室内经过续厅 三进下沉庭院 沉浸式体验 看是不是大家中意的款 尤其是小薰自带的这个摆帐机 可还行 逛累了就得进室内了 两梯两户 全名电梯厅的收纳柜功能到位 助理双开门打开 普拉达设施背景墙 加木质纹理测边墙 加全智能操控面板 让悬棍清雅 不实端庄 转过来的空间独够的货量 是LDK的经典布局 足有近百个平方 五主灯设计的客厅啊 咱们得好好看看 弧形吊顶 划过三重灯光 典雅设施 装点在了可变电视背景上 拉开落地窗 14米3乘2米1的阳台 可以让你的阳光肆意安放 回来 分子灯下的八人位餐厅 日常够用 餐明贵的集成内嵌 内敛稳重 分段式金属银门 顺滑开合 超白玻璃屏风 让油烟啊 不会过度打扰 同时也让自带大金空调的 全名厨房 舒心捧人 临窗U型操作台 万一你备三备菜耍不开 那一步之隔的中导 就是你最强的辅助 加格纳溜烟套 集成内建在通顶的橱柜 冰箱冷冻一台 冷鲜一台 有一说一啊 那这种搭配 是不是还行啊 来主卧 飘窗阔瘦 采光不错 可见是衣柜 让你中意的战袍 不再错过 再进主卧 自带转角窗 临窗带鱼缸 劳分的卫浴 加上当代的龙头 是豪宅的常客 雪山银湖大理石上的双台盆 惯喜随意 兼具照明和储物的庆贵 预留了各种电源插座 不得不说啊 暖心了 想到凑合 四卧套房 配置依旧 风格延续 儿童卧房 暖阳色调 淡雅出奇 可变舒黄 转角飘窗 摩盖随意 来闪见小区贿索 接待区古风古色 横温泳池 艳变精波 全景健身房 有氧播客 私密瑜伽室 定着你私教 专属的司客 精度年齿 OK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记得爱心情点赞 关注者发生一期的朋友 我是艾叔 我是艾叔 就这么回事 咱们下期见 OK 哈到底咋的 不会错过 看 这回是不是盎然现象 对 咱们一探究竟